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這個不等四組的結是這個 這個沒有等號 然後他問這個ad等於多少 首先我們看要注意那個等號 大理跟小理等一 這個他的結是多少呢 這個就是說x跟0的距離 這是0 他是a 也就是說他的結就在這裡 所以x跟0的距離 他是小於a 所以他的結就在這裡 所以這裡的話應該是-2 他的結是多少呢 我可以把2抽出來 2抽出來都除過去 全部除以2好了 全部除以2的話就是x-1 減2分之1 然後呢 這個是大理等於多少 2分之b 好 那麼他 大理這個的話 就是以2分之1 當總點 我解釋在這裡 2分之1當總點 然後呢 邊點是多少呢 是2分之1加3 2分之b 距離 比 比呢 就是說 比呢 這個x跟2分之1的距離 大於多少呢 大於這個 這個是2分之b 還有來這裡 還有來這裡 這個的話是多少呢 這個是2分之1 減掉2分之b 在外面 有什麼呢 有這個 就是有包括啦 所以是等於 那他說共同的部分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塊 那這一塊代表什麼呢 這個就沒有交集 代表什麼 代表這一點 會比a大 這一點會比a大 然後呢 他的共同的部分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的話 這個x的話 它是小於等於多少呢 2分之1 減掉2分之b 大於多少呢 大於呢 這個負a 這個解的話 就是這個解 也就是說 這個是負1 這個的話呢 是負2 也就是說 A的話 是等於2 也就是說 A的話 是等於2 然後B的話 是等於多少 就是 2分之1 減掉2分之b 等於負1 然後移過來 2分之b呢 等於 2分之1加1 等於2分之3 所以b的話等於3 b的話等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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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A等於2 b等於3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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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 2分之1 2分之1 3分之1